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顾立雄不做金管会主委之后 对市场派比较有利了 就是他跟原来万国的包袱可能就会少一点 好 再邀请到 财经专家赖先生 献哥 欢迎来到 欧博头部总监财明璋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汪解明 大家好 刚刚等您来关心520之后 是不是疫情真的就已经告一个段落呢 因为疫苗点燃了华尔街的新希望 据说明年年初就有疫苗了 而且这一次 我们真的很期待 我们看刀杖斯暴涨了911点 而疫苗点燃新希望的这家公司叫做莫德纳 他自己的股价也大涨了38% 这个救世主来临了吗 一支疫苗点燃了华尔街的希望 你知道华尔街昨天大涨了911点 应该是说点燃全球的希望 今天亚洲股市都大涨了 那这个道琼指数来几乎把5月份的这个跌的部分 全部都收付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 是这个吗 这是美国一家生计公司叫莫德纳 那莫德纳的话 他发表出来第一期的一个报告 数字很漂亮 所有的试验者都产生了抗体 而且这个抗体的数目居然超过已治愈的患者 就是我得过新冠肺炎 然后我得了以后我已经有抗体了 但是我打了莫德纳的疫苗 抗体的数目比他多 不得了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球的股市 那今天大家都看到莫德纳他自己 昨天盘全就涨38%了 收盘的时候涨了差不多将近20% 大家想说 我给你讲 他今年就从差不多17块 一路飙已经飙了4倍 所以已经提前都涨了很多了 那我们跟大家讲 做了一个疫苗 通常最快两年 两年到三年跑不掉 我告诉你莫德纳 他比子弹还快 他解读基因的序列到疫苗的研花 用多久的时间 你猜42天 有点厉害 这个老实讲 这个一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不过我们来说明一下 他简单的说明一下 他的这个试验 他找了45名 年龄在18到55岁 然后他们来了以后 先怎么样 打了莫德纳的疫苗 产生了抗体 产生了抗体以后 在实验室里面 接受了这个新冠病毒的 细胞的感染 怎么丢了 丢了以后 居然他们立刻产生了这个抗体 他说抗体这个作用 大概跟这个社区感染的 一些患者的这个作用 更强 你已经好了 他产生了这个更强 所以大家觉得说哇这个很厉害 结果最关键的情况就是说 他打了莫德纳的疫苗以后 这个新冠的病毒不会再互制 这个疫苗能不能成功 最关键就这个 他做到了 他做到了 那做到了以后 他现在输得很快 马上他说第二期的试验就开始 我们来解读一下 哇 这是何方神圣 这么厉害的共识 我们解读这个生物技术的一个独角兽 的确是一个独角兽 他是在2010年成立 都这个团队都几乎来自于哈佛大学 那2011年马上运作 2018年就是挂牌上市 当时他的IPO是6.04亿美金 创下了这个生物科技公司 IPO规模最大的这个记录 那你可以看 他的刚才那张表里面 他的里面大概大咖众审营局 有谁有干细胞的生物学家 也有诺贝尔的淤血的这个得主 哇 通通在这里面 重点我们来讲一下 他用什么技术 他用mRNA 号称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个技术 什么叫做mRNA 就是说细胞发出一系列的指令 那这个接收到这个指令了以后 我就生产了这个蛋白质 蛋白质就来对抗这些疾病 这个就称为mRNA的一个疗法的一个技术 所以以后我们体内这些细胞 都可以变成我们体内的生物 疗法的一个什么工厂 他去运作 那这里关键就是要用这个像 类似莫德纳 全世界这样的公司顶多是三家 他用这种mRNA的技术 来造就这个我们说 也改变了人类 以后人类的这种可怕的疾病 都不会得到 那这家公司不缺钱 当时他讲出 我要做这个mRNA的时候 各方的金主 来来来 让我插一下 你看他融资已经31美金 所以他老实讲他不缺钱 然后呢他的这个 昨天我查一下大涨之后 你知道他现在到现在没有赚钱 这很正常 这种公司都不会赚钱 但是他的市值已经是290亿美金 台币就8700亿 8700亿是什么概念 比我们这两天最标 联华科还多了1400亿 这样就大了 后一会看到他的股价 股价一路的往上走高 现在是87块美金 对啊 所以当时 没赚钱的公司这样股价很高 对啊 但是人家这一次给他做成的话 那恐怕还会更高 但是谁啊 默克药厂去投他 红山资本 还有美国很多的这个大学 也会演示英雄 这一次也投了这个莫德纳 巧的是就在莫德纳 传出好消息的同一个时间 中国也说他们掌握到抗体了 是不是也很快要做出疫苗呢 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国都在抢做疫苗 但显然市场对莫德纳寄予厚望 所以昨天美股暴涨了911点 但我们有一点点担心 上次瑞德西韦传说好消息的时候 股市也是暴涨 但只有一月行情 对 因为充满的不确定 通常美国股市因为它没有涨停板的限制 一天反应了以后 隔天大概就不灵了 上一次你看 我们记得我们节目都讲过 4月29号 美国为什么涨了 稻穷涨了500多点 因为当时吉利德 瑞德西韦 说重症了以后 好像有70%有效 所以这个股价那天大涨之后 你看隔天有没有继续涨 没有 就下来这个休息 但这一次未必会再跌1000点 但是我认为 今天美国股市 恐怕就不一定 会再延续那个大涨了 那我们就回来看Dowell Jones 来看美国股市 因为疫情走到后疫情时代 现在关键是在 谁能够率先推出疫苗 因为很多人说 得疫苗者得天下 特别是有疫苗的人是赢者权 对 真的是赢者权 现在世卫 他说有110家 在做新冠的疫苗 那其中有8个 现在进入了人体的实验 中国就占了一半四个 美国两个 包括我们刚才讲莫德纳 然后美国跟德国一起做的 有一个英国一个 那我们的国光生计 他说最快可能要7月 7、8月 所以老实讲 我们速度都很慢 但是你讲 我们很奇怪 这些股票还是继续的标出涨停 今天跟疫苗有关的都大涨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注意 为什么 人家可能就是那一两家 真的要成功了 所以我们还在后面追了 这个股票 我觉得纯粹是什么 锁那个筹码 我再给各位看 吉利德的股价 昨天 莫德纳大涨的时候 吉利德你猜 因为昨天道琼涨900多点 吉利德是跌了 为什么赢者权拿 虽然这个是概念不一样 一个是疫苗 一个是药 对 概念是不一样 但你不要忽略 投资人只有一套的资金 我现在讲 去追莫德纳 我就把之前的旧案 吉利德给他怎么样 砍掉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很多人都忽略 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我特别关注台湾股市里面 生计医疗类股的指数 我告诉你 一开盘大涨 反应莫德纳 一度翻黑 开高走低 对 但是尾盘继续拉起来 还是收涨 为什么 因为这些股票当冲 所以有人高点先卖 低档又回补 尾盘再拉 但是已经出现 不寻常的讯号 这个要特别小心 我在讲一家公司 做耳温枪的 其实是所有 黄疫概念股里面 最有获利能力的 EPS热印 3373的热印 打到跌停板 跌停板 最后被敲开 所以这个意思说 有人赢了 莫德纳赢了 其他的 你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有可能在资本市场都是输家 为什么一套资金 我最强的 最强 所以现在我们只要进入了疫苗 后疫苗的时代 怎么样选股 我告诉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以IC设计 2401的领养 我们请看它的股价 涨停板 但是IC设计股价只有十几块 好公司吗 打一个问号 但是为什么涨停板 因为有疫苗以后我不怕了 我不怕的时候 它的禁止是13.6 现在股价在禁止之下涨停 甚至包括今天 玉龙 2201的玉龙 它也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亏的 它的禁止还有29块 现在股价才19块 股价低于禁止 这种的股票是低估的 但是另外一种 我再讲一种案例 8016的细创 也是IC设计 也拉到涨停板 它不是股价禁止比比较低 它是本益比比较低 今年它会赚到一个资本额 股价152 那本益比只有15倍 所以两个发展的轴线 做短的强短的 找股价禁止比低的 要做长报的 那你走本益比较低的成长股 到底疫苗 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大家都非常期待 特别是传说好消息 就我在想 川普还要继续吃亏你吗 好 川普应该是做了错误的示范 不过我们回来谈520 明天就是520了 520之后对小英政府而言 最重要的工作已经不是防疫了 防疫之后的纾困以及振兴 正在陆陆续进行中 所以我们等我来谈谈 现在那个名单到底符不符合期待 能不能打这一场仗 另外是在这一波的疫情中 台湾争取了极大的国际曝光度 同时很有可能也帮台湾争取 加入许多国际组织的空间 特别是WHA 所以我们来看WHA直播习近平的致辞 结果全球网友狂用台湾来洗版 习近平WHA的谈话在两年内 说他们要提供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 拿钱洗白有效吗 而其实WHA会邀请习近平之前 事先邀请了川普 但川普说他拒绝与习近平同台 所以只有习近平的演说 川普为什么拒绝我们等会要来告诉你 因为川普说WHO WHA 已经沦为中国的傀儡了 所以川普拒绝演说邀请批世卫是中国傀儡 虽然谈谈这一次 到底是不是台湾加入WHA 或者是说成为WHA观察员的最好的机会 WHA世界卫生做一大会 这次邀请习近平在开幕的时候 用视讯的方式做一个制止 习近平讲说因为这一次的所谓的新冠会员 中国采取的就是公开透明 而且负责任的态度 一直把最新的疫情都直接传给WHO 但是他讲这样大家都不相信 好我们来听习近平的演说 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及时向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通报一行信息 我宣布 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 其实有14个友邦都帮我们发声 这一次是不是台湾最好的机会 没有错 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之前的两个月 我们其实有一点点放弃了 我们会参加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的外交部长 你不是一直在争取吗 没有错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外交是要有黑脸白脸 也就是说在外交里面 一般来讲都是 国内的内政部长是扮演黑脸 外交部长是扮演白脸 因为外交部长要对付客户 客户的妈妈桑一定要态度好一点 对不对 那么内部的管理 你把外交部长讲成妈妈桑 吴昭燮会气炸 没有错 但是吴昭燮从头到尾 他都是扮演黑脸 而且他举行了两次的国际记者会 那么大骂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我觉得这个是逼着让世界卫生组织走到墙角 他必须要接受中国大陆的offer 这个是一个不太聪明的一个正当 一个事情 但是我还是回到 我们有没有机会成为WHA的观察员 刚刚子晨说这是最好的机会 因为现在全球涌现反中潮 对 反中潮其实套一句过去的话 成像起风了 就是说越来越多 就像那个蝴蝶效应一样 其实最初最初就从澳洲 他第一次提出 由WHO来公开调查中国所谓的武汉肺炎 是不是由中国制造这件事情 目前来讲已经有120个国家参与 联署 而且里面CNN他说连俄署都参加了 普丁跟那个习近平不是哥良好吗 普丁现在讲了一句话说 习近平是一个孤独的战士 所以我们又回头来看 那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形 好像有那个眉目 因为中国驻英国的大使刘晓明 最近他讲了一句话 但是其实中国对这件事情 一定是公开透明 而且毫无隐瞒的 代表说中国可能会接受WHO 他所组织的一个独立 带这个调查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件事情好像中国也知道 有120个国家还我 他想要调查我 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就敞开大门 但是从全球的反我 反中国反华的这样的风潮来看 我打个岔 我在想敞开大门之前 应该已经灭正完毕 至少要把证据先灭光了 才会让调查团进去 不过这一次反中潮 比较值得关注的反而是俄罗斯 当然因为俄罗斯跟中国两个人 以前是哥良好 从俄罗斯他就变成了一个 大家非常注意的焦点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 从2017年本来讨厌 中国人的这样的 因为中国人目前来讲 占俄罗斯的观光客是最大宗 那你既然赚中国人的钱 你为什么会讨厌他 2017年是58% 2018年67% 2019年72% 而且39%的人 他主张限制中国的移民跟移工 为什么 移工抢走他们的工作 那移民因为中国人 去买他们的土地 甚至限制俄国政府 不要把土地再卖给中国人 我们来看他所有全国的一个 讨厌的第一名吉普赛人 第二名非裔跟中亚的移民 第三名竟然是中国跟车臣 中国人跟车臣 车臣跟他们有世仇 你就知道多么严重 再来我们来看美国也是 那美国从2005年到2020年 这15年之间 这种讨厌中国的这个比例 一直在增加 我们来看 那好感度 先看好感度 从43%降到26% 那二感度就讨厌的 从以前2005年35% 增加到66% 而这个中间的黄金交叉在 2012年 那现在很多人说 那如果我们现在讨厌中国人 对不对 美国企业回到美国 有40%的人说 我不要买中国的东西 有70%的人说 没关系 我你回来 你美国人回来 你的工厂东西贵一点 我跟你买单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去买得好我们不知道 但是从目前的调查出来代表 这真的是不喜欢中国 以及讨厌的越来越多 再来我们看德国 那德国是代表什么 代表欧盟嘛 对不对 整个欧盟 那经过1500个人调查 所以这个市调是蛮多的 不是少数 好 那目前来讲 有77%的人说 这次武汉会员 就是你中国 归咎中国 有34%说 你应该负责任 甚至大部分的责任 有74%说 我跟你说 中国那些数字都是隐匿的 数字会说话 数字也会说谎话 只有10%的人说 应该跟中国紧密的合作 那另外 只有10% 只有10% 要紧密合作了 有33%应该保持距离 最近 管我跟你讲 最近不是已经疫情解封了吗 德国有一家米其林餐厅 竟然那个主持说怎样 禁止中国很进入 而且你看在那个留言里面 有一则留言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是香港的游客的留言说 为什么要做餐饮 给报证则吃 但是这是香港移民 是不是真的假的 我们不知道 这也代表说 全球这样的反中浪潮 正不断的扩大 不断的发酵 好 风起云有的反中浪潮 有没有可能让小医政府 在520之后的第二任任期 为台湾争取到更大的国际空间 这是各界都在观察的 另外在后应行时代 我们刚刚也谈到 紧接着纾困和振兴 才是目前内阁所要面临最艰困的挑战 而在今天内阁改组已经全面完成了 到底新内阁能不能帮我们打赢这场仗呢 我们来看 马英九说他拒绝出席520 因为他说蔡英文没做到总统该做的事 所以马英九不出席这件事呢 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另外苏内阁的新人事已经大事底定了 已经确定了 但大部分都是老面孔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新内阁名单 他的新内阁名单是紧接要打经济战的 要打振兴战的 能不能打 各位看到了没有 那么当蔡英文总统决定 把我们苏贞昌院长留任之后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 那么所有的名单 我们上一下字卡给各种朋友看 这个字卡很小 我们放大一点 给各种朋友看到 对 就是 所有的人都几乎没有换 只是可能从这个位置换到 另外一个位置 我们总共有三位阁员 重要的部长辞职了 那么第一位是我们的郑立军部长 郑立军 他是说他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那么他离开了 他其实形象非常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科技部长陈良基 形象也是非常好 其实陈良基还想坐下去 但是院长并没有同意 第三位是陈美玲 那么是国发会的主委 各位可能 我们大家其实在行内都知道 陈美玲其实是赖清德的心腹 是 那么陈美玲 那么在报导上面讲说 陈美玲问了我们院长两次 说是因为我做得不好吗 不让我继续做吗 为什么换掉我 为什么换掉我 那么院长两次都没有回答他 就是换掉 可是我必须要讲 这一次总统那么训任 那么大的内阁改组的时机 我们所有内阁的成员 至少是部长 政府次长还没有算 还不算 没有一个是新人 只有原来从负的变成正的 因为离开了三个 有一些人兑换的位置 连一个都没有换过 我想在国际 不要说在台湾 在国际政治上 内阁改组可能还从来 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什么原因呢 如果说是郑文燦 要出任行政院长 他必须要等到 今年的12月25号之后 那么刚好明年的1月31号 就是我们 就2月1号 每年的2月1号 国会就是开议 这是宪法上的规定 所以通常我们的内阁改组 都是在1月底 那么非常可能郑文燦 或者是也许是其他人 有机会在1月底 那么这样子推上回来的话 我猜想我们这个老院长 就是现在的老院长 他已经做了两任院长了 大概也做的还不错了 那么应该可以光荣的融退了 那么接下来的人呢 就应该要在明年的1月 请问从现在到明年的1月 只有8个月的时间 我现在把一些 成绩不好的人换掉 我是不是得罪他 所以就是说 通通是老面孔 自称的解读室 很有可能 这些老面孔呢 在做8个月之后 就会进行更大幅度的改组 所以这一次的改组 不需要换人 因为换人就得罪人了嘛 反正也许明年1月份 要换一个新的院长 那新的院长又新的人选 到那一次再来换人嘛 我们也不能说只是说得罪人 因为事实上做任何一个政务官 我做一个部长 8个月能做什么事情嘛 你总要给我2年或3年的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已知在8个月之后 我们的隔魁会换人的话 那就再等8个月 反正这些都是老手了嘛 他们至少可以守城嘛 继续做8个月应该不是问题 所以你的意思真是看守内阁的意思吗 我认为是一个看守内阁 好我们回来看 那么在520之后 除了内阁大改组之外 企业也可能会出现大洗牌 对不对 我们刚刚谈到内阁改组 都是老面孔 那顾立雄换了位子 顾立雄的位子 从原本的金管会换到了国安会 外界开始解读 所以如果顾立雄 从金管会换到国安会的话 那很有可能大同市场派 就有机会赢得胜利 其实这一阵子 大家都看到说顾立雄 其实屡屡被点名 就是说因为 他像包括我们之前提到 最近的股东会忘记 那有很多的雄鹰大鳄 其实他们只要找了万国 那就很惨了 那他就觉得是 角色上面其实是会有冲突的 虽然他都说 这只虚乌有 但是宝宝不说其实心里头是很尴尬的 宝宝不说心里很尴尬的原因是什么 万国跟顾立雄什么关系呢 其实顾立雄一直是万国的合伙人 在他去金管会 在他去这个党产会之前 所以他是万国的合伙人 我们回来新闻 那顾立雄是万国的合伙人 跟大同公司派有什么关系呢 好 前一阵子我们看到说 在立法院又有 这个顾立雄还在任的时候 就说要查第四波的中资 他说有第四波的中资 所以我要查 那后来就传出来说 市场派你看 找了一个最会查中资 而且前三次都是他查出来的 就是黄国昌 那这个市场派就说 我就找了黄国昌来查中资 那我要试试看到底是 你会查还是顾立雄会查 就是现在变成当时 找黄国昌来的意思是这样 那结果最近 因为市场派有反击 就说你自己本身 你邻国自己公司派 也有中资 为什么 因为你指我三元青岛的资金 是背后有所谓的 跟上海龙峰有关系的借款 但是三元在青岛的是 专款专用 是不能动的 就跟你的华映 最近在中国也借了很多钱 所以你怀疑自己公司派 也是有中资 也不是没有 对不对 所以明天就是520 520在公司派有一个事情 是最关键的 就是他到底会不会像上一届的 这个公司派 就是把你提出来的市场派名单 通通都刷掉 所以刚刚玉珍的意思是 这是三年前的公司派 因为顾立雄跟万国的关系 再加上万国之前曾经也被传过 跟大同之间关系匪浅 没错 所以万国到底是不是大同的门神 而如果万国是大同的门神 顾立雄是不是护航大同 这都是外界的质疑 这是三年前的时候 这场组终会 他们请出了泛光群 你看这个都是万国的名单 像黄帅生这都是万国的名单 所以这是大同的律师团 对 大同的律师团 所以大同的律师团是万国 而万国是顾立雄 去当今晚会主委之前的合伙公司 对 而且他就把你原来三年前 市场派提的人全部都刷掉 刷的一个都不剩 所以三年前他大获全胜 但是这个大获全胜 其实他是违法的 为什么 因为在现在的高等法院 还在审理这一个 这个原来三年前的董事会 是致死无效 也就是说你看 这是高等法院的判决 当时公司派党会全胜 但是经过了三年之后 竟然法院判公司派是输的 对 因为他们做了 剩下40天就借满了 可是现在整个这个 无效的董事会 就是还在这个最高法院 还没有做最后的判决 那等你最后判决出来 剩下40天 6月30号就一决胜负 6月30号现在这些人 这是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 对 我们看前面一张 这个是现任的这个董监事 就是看这个现任的董监事的名单 这些就是所谓的现任 被判决说两年多来 都是致死无效的董事会 就包括了这个独董 苏鹏飞 刘忠德 还有吴启明这些人 但是现在判致死无效已经不好 因为他在这边做了 但是他这边520 他可能又提名这些人 就说我继续帮你们保留 你们继续做 虽然三年前那个 还没有确定的 这个所谓的董事会 是被认定自死无效的 但是6月30号又要新的一届了 那就要新的一届的话 到底他是不是维持这些人 那市场派就是 那我提了一些新名单 新年孔包括了 独董里面的黄国昌 然后包括了会计师吕慧明 包括了这个非常有名的律师李胜琛 好 这些读董 你会不会又刷掉 那另外董事里头有 王光祥 林文渊 还有会计师吴欣 还有这个叶小珍这些人 那明天就是520 明天是 是他自己董事会要决定说 我准不准你这些名单 因为三年前的董事会 这个之前最后一次 他就把你刷掉说你通通都不及格 叫不服资格 所以其实我们 那这一次会用同样的理由在刷掉吗 我们很多小股东就在 就是有点这个 就是认为说 他不出奥博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很有可能这九席 都把你刷掉 刷掉的理由会是 因为他不让你查 我们看前面一个新闻就是 现在很多小股东跟市场派都认为说 你大同必须要接受外部的董事去监督 因为你这三年多来干了太多 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然后你永远都用说 你外面有中资 比如说你看 这个又用了一个前立委 陈荣胜说 你市场派包括王光祥 你是拿中资来买大同 所以连王光祥的女儿都出面来驳斥 你说我是中资 那你自己的集团的子公司也都有中资 那到底谁违法 好 所以明天520是大同的董事会 对 那大同的董事会 双方都提了非常多的案子 但是关键就在 各自提的名单到底会不会过关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中资争议再起 那我们刚才也谈到 520也是小英政府那个改组的时间点 所以在那个改组之后 其实今晚会主委已经换人了 对啊 所以已经不是顾立雄了 那么在不是顾立雄之后呢 是不是就不会有过去各界的质疑 说顾立雄因为跟万国的关系匪浅 那万国又是大同的律师团 那又替大同呢 在中资这件事上距离力争 而今晚会呢 又认为市场派有中资 这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被认为 今晚会是不是一直在护航公司派 那一旦顾立雄没有做今晚会主委之后 是不是能够用更开放更公正的态度 来处理这件事 也是外界观察的焦点 那么当然中资争议仍然是大家一直在吵的话题 对 因为市场派说公司派是中资 公司派说市场派是中资 双方都指责对方是中资 到底谁才是中资 他非常的清楚这些都没有中资 可是呢你看这一次 但是以前立委影社拿中资买大同 这个所以王光祥的女儿駁斥说 说王光祥一物二脉 结果他女儿提了证据駁斥 他没有这个一物二脉的问题 因为陈荣胜是一个三元青岛 4%的股东 他只有占4% 那这个王光祥他占了百分之三十几 可是呢他就当所谓的丁子户 这个丁子户就说 如果没有我同意的话 那你整个三元青岛是卖不掉的 所以他就当做一个 狮子开大口的丁子户 然后用这个时候来咬出说 你公司因为他是4%的股东 所以他知道三元青岛背后 有跟上海龙峰有借款 我觉得他到底是不是丁子户 不是这个案件的重点 重点是他提出说 这个三元青岛当初在卖给中资的时候 一物二卖有没有这回事 其实整个三元青岛 现在都还没有完成交易 所以他的交易对象叫做Costco 因为原来的这个众盛本身是中资 所以不能交易 那Costco是中资吗 Costco是纯外资 而且我三元在台湾买的 不管是三亚或是什么 其他所有的资金 我都有报给你金管会了 所以你知道吗 这次的股东会 我们看一下那个股东会的提案 他就准备要来再挑你说你是中资 所以你看这个公司派 他就提案说 我要制定大股东级董事的 国家安全跟政府资讯安全的所责 就说我大同事有处理很多的 所谓的国安的一些设备 所以你假如有任何一点点 中资的影子都不可以 所以他公司派要提说 我要查中资 我要查股东的资金来源 甚至我要确认106年的股东会的一个 反正这三点都是查中资 查中资 对 都是查中资 好 那我们就来谈到 刚刚谈到 这个三元在大陆的公司卖给了众胜 当初卖给众胜被指一是中资 那现在已经不卖众胜了是吗 不卖众胜了 本来就没 因为众胜是中资公司 所以现在已经改卖Costco 改卖那个公司叫Costco 所以他永远 所以文波上的女儿有提证据吗 他提了所有的证据 完全都很清楚 甚至包括这个王光祥的女儿 就已经早就提出来说 我的三亚 我的这个其他的几个公司 我买持有大同的公司的资金来源 资金证明我都给你金管会了 那因为现在的这个金管会主委 如果是黄天木街 黄天木他历任三任的这个金管会主委 算是一个比较专业跟客观的一个 新任的金管会主委 他跟顾丽雄的包袱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就讲了 我们前面有提过很多所谓的熊师 大鳄 就是我今年的股东会里头 有多少市场派或是外面的人 要去抢公司 这些熊师跟大鳄 假如委任了你万国 那你顾丽雄怎么办 所以这个问题 一直都是顾丽雄这段时间的一个包袱 好 那我们来看明天是董事会 对 明天是董事会 我们看到了这就会又登了半满广告 对 好 又大篇幅登广告 明天这也是肉搏战 我们希望是说 因为明天这个肉搏战是说 你 我们市场派提出来的名单 你不要再像三年前那样子刷到一个都不剩 因为你自己本身现在也是违法的 而你这个违法的董事会 这三年多来 做了很多让人惊悚的成绩单 比如说你这个违法的董事会 已经是超亏损严重的上市公司 他是第二名 但是他的董监酬劳发的还是增多 发给107年亏超过300亿 我的董监酬劳又发了2000多万 而且不止这样子 我还搞的三家上市公司 绿能华印跟上智都这个股票变壁子 这里头有几十万的投资人的亏损 都不管 然后再来呢 再来是都不发放股利 所以市场派刚有一个提案就是 我19年来没有发放过股利 今年好不容易 你出清了那么多的主产 那么多的土地赚了一毛 结果呢市场派希望说 我只要一毛而已 你竟然连一毛都敢不给吗 这是市场派要的提案 19年没有发放股利 你到底发不发 另外就是林郭文彦 你自己本身都已经有案在身 预令交保限制出境了 所以你到底还要不要接任 董事长跟总经理 你有没有资格继续接任董事长跟总经理 你自己还有一堆的所谓的违法的中资 跟背书保证的问题 甚至你对所有的这些员工 华英跟绿能的4千5 1千个员工加起来5千多个员工 你是积欠工资跟支遣费13亿史上最高 而且是劳动部把你限制出境 你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 严重的惊悚成绩单 这样一个违法的董事会 你有本事明天把人家市场派提出来的名单 你都敢给人家刷掉吗 你有脸刷掉吗 好 明天就是大同董事会 这是在股东会之前的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到底公司派会营还是市场派会营呢 现在已经闻到了浓浓的烟消味 但也请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大同的股价 因为二三七大同的股价刚刚其实子晨还在问说 那大同现在的股价多少钱 然后献哥就说二十块 他说吓一跳 这样的公司现在已经到二十块了 还会再走高吗 好 那我们来看大同的股价 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是公司派用他的一个 所谓的中资的名义 他拿到了政权把战线在延三年 还是市场派真的这一次能够推倒公司派 对大同来讲 大同股价来讲 未来都是一个灾难 因为公司来讲 他没办法做 都是灾难 对 都没办法做彻底的改革 那市场派来讲 他的成本太贵 他的平均成本都在三十块以上 而且不只是王光祥 包括他的一些好朋友 新竹以北的这些豪宅 建豪宅的董事长 统统手上每一个人一万张 大家都等着要缓弹要卖 所以上面是压力重重 另外大同的土地你要处理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 投资的朋友看得好 站观山 看买烧链 不要进去买股票 不过说到了经济考验 在今天传出想不到 连金钱豹所属的餐厅 也要卖土地自救了 金钱豹集团要喊卖餐厅土地 底价是23.1 每平138万 连金钱豹都冲不住了 我们再来看到 无薪假的人数 现在持续的暴冲来到2.1万 经济困境应该是新内阁 马上要面临的挑战 是的 如果再不振兴 不知道多少的餐厅 还有观光业会继续的麻烦 因为我们知道数目已经在增加了 那这数目我等会再谈 但是今天最惊爆的消息是 我们能想象 这什么搞的 金钱豹 这是台中最大的一个酒店 它的旗下一家公司叫保利金 餐饮店 它总共在台中有三个店 那么决定了 做一个决定了 你知道吗 你店就是要土地 这土地是生财工具 对不起 要卖了 因为真的 这个财务非常吃紧 那这个位置非常好 它在北屯区 而且它的位置就在崇德 崇德五街跟河北东街 这个地方你要知道 这块地很大 很特别 不只它面积够大 1674平 而且它面临三条马路 这个不搭紧 当时还有移转了 将近32%的容积率给它 所以这个土地 将来是可以盖高楼大厦的 这么好的土地 在这个时点卖掉 那我说这个 这一定是大事 事实上没错 我们知道这个金钱豹 最近它的声音 它直接讲了 只光这个疫情 你知道桌少了几桌 它三家这个饭店 少了1500桌 我跟你讲一般人 是活不下去的 业绩直接斩了 你说的是餐厅 餐厅 这是保利金 它旗下的保利金 金钱豹是酒店 那酒店是不能做生意的吗 保利金早去关 早去休息了 上次已经封到这个时候 但问题事情 我们应该把它分开来 就是酒店的归酒店 但是保利金 它也算是生意很好的 1500个桌都没有 而且现在就说 那可以结婚 对不起 结婚的桌也没像以前多 酒店的归酒店 但是保利金 它算是生意很好的 1500个桌都没有 而且现在就说 那可以结婚 对不起 结婚的桌也没像以前多 好 接着说 这个订单有没有延续 说有到五月份 隔一月份有多少订单 也不知道 现在只能靠什么东西 就是我找蔡总三个人吃一桌 这种小桌的 不是那种大桌的 你怎么闪客 没户期 所以他最近要卖掉 这块土地很可惜 他就要卖掉 但是我们谈到 事实上问题 是不是真的那么单纯 我看问题蛮严重的 因为在他卖掉之前 他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老板叫原厂平 等会来谈这个人 原厂平 他其实有跟媒体问他说 你最近在忙中国吗 其实中国早就卖了 你在买酒店 也没有 原来在干嘛 他有一所学校叫威格小学 威格小学 是威格还是维格 这个念 威格 所以他怎么 取得这么像的名字 小威嘛 OK 威格 好 但是不论怎么样 台北的是威格 这边是威格 对 这个名字 台中是威格 OK 好 但是重点是 你知道他一学期 学杂费加学费要多少钱吗 13万 贵族学校 对 贵族学校 而且你知道有多少学生吗 1500个人 问题是我们一般来说 虽然是学期学期 我们这学期还没有结束 所以上学期的费用交往 应该等到暑假 6月份 但他最近给他的家长一个通知书 他说你要确保你这个下学期上课机会 在5月25号之前 要把下学期的学费给缴了 那是跟家长先 是 而且这是卖土地之前的事情 都做的都宣布了 就是家长还不需要缴学费的时候 还希望家长提前缴 对 没错 那有那么一点预知的味道 没错 因为很多家长说 我到你那边念书 也不是只有一个小孩 我可能有两个 可能有三个 那你想想看一个人13万 两个人多少 26万 三个人多少 39万 你说你这个时候跟我要这么回事呢 而且你知道1500个学生 不是 就是13000年不能先缴人的预知 还没到缴费的时间 那你知道这金额加起来也是2亿元 因为1500个学生 所以看起来它的状况确实不妙 蛮惨的 对 所以这是观光和餐饮 如果政府再不赶快做振兴计划 我真的不知道5月完之后 每隔10天还会增加多少的这个 就是我们说失业的人口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 因为这波疫情以来 无薪价持续的攀高 现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最新的数字已经攀高来到了 21,067人 刚刚姐妹也谈到 观光餐饮是海啸第一排 海啸第一线 所以我们来看到包挂在航空业 我们的三家挂牌的航空公司都很惨 中华航空它的4月份营兽 年减41.7% 常常航空年减62% 虎航还年减99% 我们来看到1到4月的营兽 也是惨惨非常惨 因为虎航主要做包机生意 而且专门做日本旅行 其实之前是赚烫害 是赚了很多的过去这三年 它现在在新贵 股价最高提到50块 是未来如果上市的话 是股王 但是它是做包机 日本现在不能去 所以虎航最辛苦 但今天华航大涨了 因为这个疫苗有出现了 今天华航今天涨势 其实相当的惊人 一口气是上涨了 但是股价看起来都痞疾太来了 对 因为疫苗如果真的能够可以的话 基本上打了疫苗之后 这个旅行就会出来 但是我要重点的事情 因为华航的很特别是说 它虽然在客运部分表现很差 大概跌掉将近30% 可是它在货运部分不得了 是增加了111个百分点 所以婚姻是很赚的 长荣比较惨 比去年比它跌掉六成 因为它主要是客运 但是今天这两档股票都涨了 其中黄航是涨的比较多 长荣涨幅还没大 但是你要讲股票 那这个地方可以买吗 我应该这么说一句话 因为大家喜欢怎么比 跟你的净值比 就是你的净值 像以长荣来说净值14块 现在股价11块 你净值比这还有落差 如果这航运起来 它会暴富性的旅行 我也不知道 有人说两三年 可是你要注意 另外一档股票倒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现在国内观光 可能要开始先走 所以今天台湾高铁 也开始走高了 你把台湾高铁 如果是拿最近三个月的走势图 其实它的涨幅也 你看到没有 这涨幅其实 几乎要回到前波高点了 所以这些过去被禁足的 相关概念股 是不是现在解禁了 像台湾高铁 像航空公司 包括像旅行社 那我们知道六月份 台湾快塞就出来了 10分钟可以检测 你身上有没有病毒跟抗体 接着疫苗 按照这个进度 大概八九月就可以打疫苗了 所以也其实这些观光股 跌得很凶的 像是远雄 凤凰 凤凰今年也小涨 远雄还跌 但是你看出来 但是因为现在出国 还是难度比较高 国内是可以开始 对 国内已经 现在国内的班机 已经几乎快要满克绿 有记者就问 那个陈时中 说那现在国内的韩帮 快要满克绿了 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他说乐观其成 好 这已经告诉你 国内旅行要走 再不走会完蛋的 所以说了半天 到底现在能不能买 好 我们这样讲一句话 就是你第一 你的货运在增加 第二件事你国内航空开始走 现在可能就是小地方的解放 但是有个关键理是什么 他们净值相对比较高 像航长龙有14块钱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是什么 你知道航空业最大的成本是什么 是油价 虽然油价最近回到30块美金一桶 可是你一起支援60块美金 他每一个航班出去 他也省了30% 所以今天你看到出来 长龙洪康龙今天就往上走高了 那么今天是收在11块 但是不要忘记净值14块 所以股价会朝他13 6块方向进行 但是你说买是不是该买 其实买点坦白讲在之前就买 现在你只能做短线 那现在可以买的是 现在长龙 华航是比较有机会的 华航比较有机会的 华航也有国内班级 而且它事实上未来将来所开的 像日本如果是澳洲牛线先开的话 它是有收益 但最重要的事情是 现在的货运是一票难求 是你现在想要去把你货贵人送到美国 基本上都很难 所以按照理论 华航是先怪长龙 那台湾高铁可以买吗 台湾高铁当然是优限 我如果按照顺序 台湾高铁 华航跟长龙 因为你知道 现在大家都没有出去玩 如果真的可以出去玩的话 这个 我看台湾高铁的买债率 要回到以前的状况了